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短路模型在实际中的一个应用举例 好 先来看这样一个例题 设备更新问题 这是书上119页的例题 我们看这个问题是怎么来描述的 某个厂使用一种设备 每年年初设备科需要对该设备的更新与否 做出决策 若购置新设备就需要支付购置费 而若需要继续使用旧设备的话 则需要支付维修费 而设备使用的年数越长 每年所需要的维修费就越多 现在若第一年年初购置了一台新设备 问在这五年内如何来制定设备的更新计划 以便使新设备购置费用和旧设备维修费的总费用最小 一支设备在五年内各年初 它的价格如表一所示 然后设备使用不同年时候的维修费用如表二所示 下面我们有两张表格 这两个表格是第一个表是购置费 就在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各个年初的购置费 第二个表格给的是维修费 随着使用寿命的年长 那么在不同的寿命期内各年的维修费 在第一年内使用的时候 一年的维修费是五万元 在第二个年头使用的时候 一年的维修费是六万元 第三个年头是八万元等等 那这个问题就要求做这样一个决策 刚才说到了 就是五年内每一年年初 分别做一个设备更新与否的一个决策 使得这五年内总的维修费用 加上这个购置费总费用最低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想一想 如果在这五年内一次也不更新的话 行不行 是不是维修费整个的费用最小呢 显然不一定 因为我们会看到 随着这个设备使用寿命的延长 第二张表格 到了最后一年的维修费 它的价格可能都超过了 还不如买一台新设备的费用 所以一直不更新呢 不是一个最佳的策略 那么过于频繁的更新呢 同样也不是一个最佳策略 如果过于频繁的更新 设备还没用旧 就把它扔掉了 换新的 那这样的话 维修费倒是不多 但是购置费呢 会上来了 实际上是一种浪费 于是呢 需要我们做这样一个决策 到底在哪个年头上做更新 可以使得五年内总的费用最低 不能更新的过快 也不能更新的过慢 有这样一个平衡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能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模型来求解 比如说01规划模型 因为每一年年初都要做一个更新与否 可以用1来表示更新 用0来表示否 当然在这儿的话 我们同样一个问题 我们看看能不能用图论的方法来求解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就来做具体的分析 如果用图论的方法来求解这样一个实际问题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图来画出来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一个网络图呢 它的构成要素是有三个要素 分别是节点 边或者是湖 第三个是拳 那么在这样一个问题里边 我们看看怎么样用这三个要素来表示各种各样的含义 或者说不同的要素分别的都表示什么样的含义 先来看 由于这个问题是做一个五年的更新策略 五年的话 一共涉及到实际上是六个时间点 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节点来表示 某一点的年初这样一个时间点 所以一共应该有六个节点 构成了节点集合 边呢 每一条边我们可以具体的来表示一种 这样的一个设备的使用过程 具体的来为I到VJ这条边呢 可以表示第I年年初购买 一直用 用到第J年年初 这样一个设备的使用过程 当然如果这样的话 显然就要求J是大于I的 并且I的曲值是1到5 J的曲值呢是2到6 这是第二个要素 第三个要素呢 我们比较容易想到 那就是在设备使用过程中 在VI到VJ这条边表示的设备使用过程中 一共花了哪些钱 或者具体的说就是 第I年年初到第J年年初 这期间所涉及到的总费用 这个费用呢 显然包括两块 一个是第I年年初的购买费 再加上这些年里的没修费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网络图的三个要素都明确了 下面我们具体的来画一下这个网络图 先把六个节点画上 V1、V2、V3、V4、V5、V6 那么为了进步说明这个问题呢 我在这儿 首先任意地画了一条 从起点V1到终点V6的一个路线 或者说一条通路 请同学们一块来理解一下 这条路线是不是表示了一个 什么样的具体的含义 按照我们刚才对边的定义 我们先看这样一条路 V1到V2到V5到V6 那么V1到V2这条边呢 表示设备在第一年年初 当然要购买新设备 然后用一直用 用到第二年年初就画新的 只用了一年 然后V2到V5这条边呢 表示第二年换了新设备 买新设备 一直用又用到了 第五年又换新设备 然后最后一直用到期末 那么这样连在一起 这样一条路径 V1到V2到V5到V6 我们一块来理解一下 它应该是表示一个 什么样的含义呢 应该是表示一个 五年内的一个具体的更新方案 或者说是更新策略 因为这样连在一起 你看第一年年初购买新设备 用到第二年 然后画新的一直用到第五年 所以每一条从起点到终点的一条路线呢 都表示了一个具体的方案 而到时候我们可以在每一条边上呢 标上一定的全数 表示相应的设备使用过程中 所涉及到的费用 那么这条路的长度就表示什么呢 或者说各条边上的全数之和 就表示这个路对应的这个方案 所涉及到的五年内的总费用 那么刚才说到了 从起点到终点有若干条路径 每一条路径呢 有不同的长度 不同的长度代表了 不同的方案所对应的 各自的所需要的总花费 那么哪一种方案最好 或者说哪一个方案 它对应的总花费最小呢 它就是最好的 当然就是最短路了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转化为了 从起点到终点 这样求一个最短路的这样一个问题 好 下面我们进一步的 把这个图继续画完它 V1到V2有边了 V1到V3是不是也应该可能存在一条边 这个边上表示第一年年初购买 用到第三年 也可能直接用到第四年 所以V1到V4有边 V1到V5有边 V1到V6也可能有边 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Vi到Vj这条边要求 只要J大于I 那么就有可能构成一条边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V1到V6呢 这条边呢 它又是一条 从起点到终点的一条路 这条路的长度 代表这个路的 所对应的这个方案的总费用 而这个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从起点 从开始购买一台新设备 中间不做任何的更新 然后一直用到期末 那么显得这条 这个路对应这个方案的 不一定是最佳的 好 这是起点出发的 我们再来看V2节点出发的边 应该用哪些呢 V2可以到V3 V2可以到V4 到V5 到V6 再看V3节点 到V4 到V5 到V6都有可能 V4呢 可以到V5 或者到V6 V5可以到V6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所有的边 都给画上了 最后我们再把各条边上的全数 给标上 前面曾经定义过 那么每一条边 它对应的全数呢 表示这个设备使用这样一个过程中 所花费的总费用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边 V1到V2 表示的是第一年年初要购买新设备 然后用了一年 用到第二年年初 形成了从这两张表格里边来计算一下 这条边所对应的全数应该是多少呢 应该是11加上5是16 因为第一年年初购置费是11万元 然后呢 用了一年 这一年内的维修费呢 是5万元 所以加起来应该是16 再来看V1到V3的条边 这个相当于 还是在第一年年初购买 但是呢 要比原来刚才用到第二年来说 要多了一年 直接用到了第三年年初 那这期间花了多少钱呢 11的购置费 再加上第一年年头内 它这个维修费是5万元 又多用了一年 也就是说维修费呢 又多了一个6万元 所以这样这三个数加起来应该是22 或者我们从这个16 刚才这个标的V1到V2这条标上的16来看 在16的基础上又多用了一年 在第二个年头又多用了这一年的维修费呢 是6万元 所以16加6呢是22 同样V1到V4呢是在22的基础上又多用了一年 加上8万元的维修费 所以是30 V1到V5应该是41 V1到V6呢 41的基础上又加了18 是59 59我们先来理解啊 就表示刚才说过 从7点到中间 这样一条路径 不做中间不做任何更新 所需要的总费用是59万元 这个数可能不是最小的 好我们继续来求V2几点出发的边上 各个边的全数 V2如果到V3 那么表示第二年年初购买新设备 它需要的花费呢是11万元 然后呢用了一年 这一年的维修费呢是5万元 加起来是16 所以是16 再来看V2到V4 在原来16的基础上又多用了一年 第二个年头的维修费呢是6万元 所以V2到V4的全数呢应该是22 V2到V5呢 又多加了8万元 所以是30 V2到V6是41 依次累推 V3到V4 第三年的购置费是12万元 用了一年的维修费呢是5万元 所以是17 V3到V5呢 是在17的基础上又加了6 维修费是5万元 加起来是18 到这为止呢 我们就把所有标上的全数都标上了 那么整个的网络图呢 我们也就画完整了 我们再来理解一下 看一下从起点到终点 现在会看到有好多条路径 好多条路 每一条路呢 每一条路呢都有自己的长度 而不同的路径的这个长度呢 表示了相应的 这个对应的这个更新策略的花费 比如说V1到V2到V5到V6 我们最开始给的这条路 它的长度是多少呢 16加上30加上18 这样是64 就是这样一种策略呢 更新了两次 在中间过程更新两次 总费用是64 不是最小的 那么最小的是哪个呢 所以我们需要求一下最短路 从起点V1到V6的最短路 我们可以用前面刚才介绍的 迪克斯特拉标号法呢 来具体的求出来 好 这是整个的标号过程 通过反向追踪呢 可以把最短路线找出来 同学们可以看到 有两条最短路线 长度呢都是53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条最短路线是什么 第一条V1到V3到V6 第二条呢是V1到V4到V6 所以我们结论就出来了 整个的五年内的 最优的更新策略有两种 第一种呢 就除了在第一年年初 要购买新设备以外 在第三年年初 再购买一次新设备 更新一次设备 一直用到期末 第二种方案呢 是在第四年年初 进行一次更新设备 用到期末 或者总的来说 最优策略呢 就是在第三年 或者第四年年初上 更新一次 这样的话 可以使得总花费最小 最小总花费呢 是53万元 这个问题呢 就是一个最短路模型的 一个应用 我们看这样一个 设备更新问题 它的问题描述里边 根本没有最短路 这几个字眼 但是我们确实是 可以用这样一种方法 用这样一个模型 把它来非常方便的 来求解出来 也是很形象 很直观的来求解出来 从中呢也可以看到 图论的方法 它在实际的管理和 决策的问题中 有非常重要的应用 这是一个例题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后面的例题 历时期 是关于一个选址的中心问题 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个例题 先来 一支某地区的交通网络 如图所示 其中呢 节点代表居民小区 边呢 代表公路 边上的全数呢 为小区间这个公路的距离 现在问题是 想在这个整个这个居民区里 要设一个区中心医院 那么应该建在哪个小区 可以使得离医院最远的那个小区 居民这个就诊时 所走的路程最近 这样一个实际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后边我们会给出定义 实际上就是求一个中心问题 图的中心问题 那么怎么来求呢 按照要求 需要求一下 假设建在某一个节点的话 那么其他的节点到该节点的 最短距离分别是多少 然后找最远的那个最短距离 最小 从而确定最终的这个中心的选择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化为 一系列的求解最短路问题 具体来说 比如我们可以先求出 位1到其他所有个点的 最短距离 假设把这个距离呢 记住第一j 在这儿的距离呢 我们就指的是最短距离 这呢是从1到7去指 表示7个节点 7个距离点 在这求得的这个7个距离中呢 再来求一个最大值 并且把它记作大写的d位1 那么这个d位1 表示什么含义呢 当然就表示 假设医院建在位1的话 选址在位1的话 那么距离这个医院 最远的小区 它那个距离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d位1 类似的我们可以 依次的来求出d位2 d位3一直到d位7 那每一个d呢 分别表示 如果医院建在相应的位置 那么距离这个医院 最远的那个小区 它的距离 分别是多少 把整个的计算过程呢 接下来我们用这样一张表格 来具体地表示出来 请同学们来观察一下这个表格 先以位1为例 那么第一行的数据 分别的就表示了 位1到位7 各个点到位1的最短距离 分别是0 30 50 63 93 45 60 然后呢再来求最大值 93 那么这个就表示d位1 这个93具体的含义呢 就是如果医院建在位1的话 距离这个位1这个医院 最远的那个小区 它这个距离就是93 也就是5号小区 那么在这儿我们插一句话 这些数是怎么求出来的呢 我们当然就可以用 我们前面我所讲到的 迪克斯特拉标号法 来具体地求出 起点到其他各点的最短距离 因为我们说 这个最短路这个标号算法 中间节点标的这些数 分别的也就表示了 起点到中间这些节点的最短距离 那包括中点的 所以我们就在一次标号 从起点标到中点的过程中 所有中间这些节点 包括中点的这些标的这些数呢 就都可以计算出来了 然后再求一个最大的 再来看第二行 第二行呢就是 假设医院建在位2的话 我们分别的来求一下 所有的居民点 跟位2的最短距离 那么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呢 如果用标号法 迪克斯特拉标号法 来具体计算的话 我们在这儿就要 把V2看作这个网络图的起点 然后求一下V2到其他各个节点的 最短距离 最终求得了30 0 20 33 63 15 30 这样一些数 在这些数中呢 在求最大值是63 这63呢就表示 如果医院现在V2的话 距离V2 最远的那个小区的距离 就是63了 也是5号小区 依次类推 可以分别的来计算出 医院选择在各个小区时 那么距离这个医院 距离最远的那个距离 分别在表格的最右边 这一列里边 给计算出完了 进一步的 我们来求一下 最小值是哪一个呢 就是在最右边这一列 所有的数中 最小值显然是V6 对应的这个数 48 所以最终的结论就是 医院应该 建在V6这个距离点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使得 距离医院 最远的那个小区 那个距离啊 最小 就比其他的节点 建立医院的话 都要小 这个问题呢 就是图的中心问题 我们把这个问题 一般化 此问题称为 求图的中心问题 中心问题呢 一般应用于 求某一些公共设施 服务设施的 一个选址问题 那么要求呢 距离网络中 最远的那个 被服务点的距离 尽可能的小 一般的 假设有一个网络 D等于VAC 那么V呢 是由V1到VN 这N个节点来构成 如果我们令DIJ表示 是从VI到VJ的距离 就指的最短距离 并且令 DVI为DIJ 当J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N 时候 求最大值得到的一个数 I便利1到N 然后呢 并进一步的 如果 DVK 在所有的DVI中 取值最小 那么这个VK呢 就称作网络的中心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对网络中心的 一个具体的定义 这个实际上 就刚才这道立体的 一个一般化 在中心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 来求所谓的图的 重心问题 还拿刚才这立体为例 若我们进一步的 已知各小区的人数 分别为600 14555 300 200和650 现在问题是 医院应该建在何处 可以使得小区居民 就诊时 所走的总路程最近 就是所有的 每一个小区的 所有的居民 在就诊时 所走的 所有的路程之何 加起来最近 那这个时候 如果满足这个要求的话 那么医院应该选在 哪个位置呢 仍然是一个选址问题 那这个问题 我们叫 称作 正心问题 那请同学们来 想一想 这个问题 怎么来考虑求解呢 实际上在上列的基础上 我们也是先来求出 VI所有居民 到其他各个节点的 按人数的总的距离 这个距离呢 可以记得 QI乘以DIJ 这么来计算 其中QI呢 表示DI个小区的人数 而DIJ呢 如前所示 表示的是 DI和DJ个小区之间的 最短距离 然后呢 再按列求和 那具体的求解过程呢 我们接下来 也是有这样一张表格 来给列出来了 先请同学们 自己看一下这张表格 都表示什么含义 好 下面我们来一块 看一下这个具体含义 以这个18000为例 来解释一下 这个是什么含义 这个表示啊 如果医院建在V2的话 那么我们有前面结论 可以知道 V1到V2的最短距离呢 是30 那么V1这个小区呢 有600个人 所以所有的居民 V1小区所有居民 到达V2到达V2 到达V2就医医的话 所走的总里程呢 应该是600 100%乘以30 是这样一个数 是这样一个数 同样 这个下面这个数 表示如果医院建在V3的话 最后面一行我们要注意了 它是前这一列中所有的这些数 加起来得到的这样一行 它显然表示 如果在相应的VI建立医院的话 该地区所有的居民就诊时 所走的总路程 也就说如果医院建在V1的话 那么该地区所有居民到V1这个小区去就诊的话 总的里程应该是163050 如果建在V2是86550等等 那么最小值我们来求一个 就得到了V2这个数 所以表示如果医院建在V2的话 那么整个地区所有居民到V2就诊 所走的总路程应该是最短的 所以最终选择医院已经建在V2 这就是图的重心问题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接下来呢我们对它进行一般化 什么叫图的重心问题呢 一般的也是假设有一个网络 D等于VACQ 多了一个要素 就是说原来的普通的网络图呢 我们有三个要素VAC 我们都知道什么含义了 其中这个Q呢 我们特别的解释一下 表示节点上的权重构成的集合 那么像刚才这个例题呢 具体的来表示就是 每一个小区它的所有的居民的人数 然后呢 令HVJ等于SIGMAQI乘以DIJ I从1加到N这样一个数 那这个HVJ呢 实际上就是刚才那个例题中 表格最下面的一行 所有的这些数 再从1到N 然后呢 如果HVR等于所有的HVJ中 最小的那个数 则VR称为网络的重心 好 这就是网络的重心问题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两个问题 图的中心问题和图的重心问题呢 也是图的最短路问题的一个延伸 算作最短路问题的一个应用 好 那么到这儿为止呢 我们网络分析的最短路问题 就介绍完了 同学们下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